如果在這個辦公室選擇 我昨天有想過 我頭號選擇是選阿京或Michael 阿San是 四個男主持人要選一個 我最後選了阿朗 Michael是不是? 不是我和Michael不是在一起的 有一條是選女朋友 其實真的選不了 工作了一段時間 很難突然批准他們做一個 可能的發展對象去想這件事 我最後好像選了Phoebe 現在我記得 沒背鏡 沒錯 都很難背得到 哇 要這樣背了 有點頭腦背 全程這樣 Old Pantry有東西 今集要做什麼呢? 今集要做的就是扮公室戀情 你看到我們今天很多嘉賓 很多人 我要先介紹Mills 註冊所食學家Mills 還有自雀情侶的Cherry和Kyle 嗚嗚嗚嗚嗚嗚嗚! 我們好嘉賓 終於都不用玩了 我們Pantry首次出現真情侶 是真的 不是企聞那種 是啦 沒錯 都有人叫你是假的 真情 是啦 兜個輪胎 自己停停 喂喂 Cherry和Kyle之前在一白無認識之後拍拖 現在已經拍拖七年了 離開了舊公司之後 還一起經營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請他們分享一下 他們是怎樣開始發展辦公室戀情 中間又遇過些什麼麻煩 那不如開始之前 大家說一下 有沒有聽過一些辦公室戀愛的例子 正常的先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些正常戀愛 真的是 喂喂 是不可能的 這個不可能的發生了 人家有真實的情侶在 你們不說 Muse 我想問一下 你們經常被同事硬家做緋聞情侶 我們可以怎樣做 我覺得真的就認了他 喂 我也澄清一句 我是不喜歡矮的男生 正常戀愛 每個公司都一定會見到 正常的辦公室 然後辦公室老婆 也有很多 現實一個老婆 辦公室又有一個老婆 這個想法挺好的 你想死 小心說話 你這樣 你有沒有真的試過辦公室戀情侶 那要先問一下Natani 有什麼事 我想聽 你先問一下 沒有 真的嗎? Office沒有試過拍拖嗎? 沒有啊 真的沒有啊 有嗎? 還是有啊? 又好像真的沒有啊 如果真的拍拖的話沒有 不曖昧 拍拖可以有什麼啊? 不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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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的 有一點曖昧 那些我就不會算是辦公室戀情 MM的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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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嗎? 你們當天是怎樣走在一起 怎樣成為一對情侶 因為我覺得她很傻 還有不好笑 對呀! Yeah! 我沒有的,是嗎? 你沒有人哭呀! 我記得你有笑的,要不然你會喜歡你,是嗎? 我記得你有笑的,要不然你會喜歡你,是嗎? 我覺得我們走回來了 我覺得有些真的,好好笑 粉紅泡泡,救命 對呀! 好感動 救命啊!你們兩個! 你們的動作 我一開始看到你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所以我要多了一個同事 有一期很反感,是因為就像你們剛才所說的 很多其他同事開始當你緋聞 她有個地理優勢 她坐正 是啊 因為同期也有其他男生追求的 哎呀! 這個就是這個 是同公司的 不同公司 其實辦公室發生戀情是很相對的 嗯 我講真的,我甚至乎是覺得是 應該很多都是 尤其是如果學生經典的,就很麻煩 是啊,我都覺得 我們公司這麼多批情侶 其實除了大家認知那些 我們私底下公司裡面是 我們數過好像有三、四十批 三、四十批? 我想二、三十一定有 二、三十批? 是啊,有些散了,有些繼續 有些散了,跟別人繼續 哇! Juzy也有,也有 Juzy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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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 都是公司 有的有的 是 喂 太多 看到資訊內偉 這些根本我覺得正常度不得了 而且你剛才說得對 就是OT 因為 所有如果我們經歷過一些 我們叫做一起片過的 總之一起經歷過一些艱苦的事情 你就會覺得跟你經歷的那個人 是跟你很靠近 那當時最艱苦就是上班 是啊 真的 回家沒有其他地方去 是啊 香港人也是這樣的 但我覺得傳媒界是特別吸引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辦公室暖情 我都不是說做過 即我那時候都是畢業頭幾年 那我就覺得好像 真的多一試不如少一試 但是慢慢觀察完這間公司 都真的很多辦公室暖情 應該都不是有問題 就是 因為我老闆自己都 不是就是 就是 醫生疾失了 醫生疾失了 就是大家 是啊 然後發現原來都無雙大雅 公司入面很開通 總之大家都不要影響到工作 他們都沒有過問 或者不會說你不應該 他們從來都不會 他們舊公司就說這麼開通 同事都不介意 不知道MM的同事又贊不贊成辦公室暖情呢 事前我就做了一份問卷 叫MM同事做 又看看他們怎麼看 對了 我本身是不贊成的 分手很麻煩 最怕就是公司不分 分手後做事很尷尬 我有試過辦公室暖情 最長的一次是在台灣做雜誌編輯 多久 差不多四年 三年多 我的個案反而是有正面幫助 我是很喜歡寫字的 他也是一個非常鑽研寫字的人 甚至是會有一種 因為我們更加親密 我們更加可以有很多分享交流 可能反而是令大家進步 如果當你發現了 我們現在的MMB間公司 有某兩個同事在一起 你覺得你會有什麼反應 我也是做一下效果 驚訝的 多少會有擔憂 無論什麼理由 我都不應該斷送別人 獲得幸福的機會 辦公室暖情我自己不反對 但我自己不會做這件事 譬如Sam和Jucky真的在一起 那會怎樣 那我就祝福他們 同事會喜歡幻想 我自己是完全不可以辦公室暖情 除非那個對象 是真的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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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是真命天子到 不能再遇到 才會考慮 大哥 你分手怎麼辦 大家日見夜見 如果我身邊的同事 他們拍拖 我都會替他們高興 最後總結回問卷結果 大家都是一致地覺得 辦公室暖情會對工作有影響 有60%的同事都是覺得 一旦分手就會造成尷尬 不過既然大家都有這個憂慮 為什麼在辦公室裡面 都好像會特別容易附著 發展成為情侶呢 發展到愛之前 其實是有一些叫liking 即是說你怎樣對那個人有好感 因為有一個叫liking principle 即是你怎樣才可以做到 另一個人是會喜歡你更多的 即未必是愛的 未必是愛的 但是對你有好感 是營造到的 是好感的 其實剛才也問你 就要看有沒有這些因素 第一個就是相似度 首先是這樣的 人呢 他越像我呢 我對他的好感越多 所以人家呢 可能在工作上 interview的時候呢 你要做到 可能跟interviewer 是相似的 很聰明的 他就會覺得 挺好的這個同事 第二個就是 你越見得多 你就不知為何 覺得那個人越安全 越熟 所以你剛才說 近水流隊才得宇 基本上是很重的 哎呀 即是同一個條件呢 一定是見得多 和一起得多 合作得多 一定是會有一個大優勢 嗯 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 是那時候 剛剛入職 沒多久要說的那些話呢 很多都是他會明白 所以我就說 他會比起其他追求者 更加容易 知道我的想法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 所以你會覺得 對方明白你 是的 第三個就是appreciation 這個就剛才沒有說 就看看你有沒有讚 即是說 他經常都會是欣賞你的 說些話是令你開心的 第四個就是attractiveness 是的 即是你覺得那個人吸引 這個就是看起來 你就沒有覺得他是 他就覺得你是 哈哈哈哈 其中一方都可以 其實呢 本身呢 similarity 和靠近度和相似度 是最強的 但是呢 你剛才就 就反而沒有 兩個都不是 不是啦 因為你喜歡他的 和他喜歡你的 都不是因為大家像 非常單純 靚 少得靚 完了 不要像現在這樣發花瘋 怎知道 怎知道 就是他冷靜 他夠冷靜 他不會和我吵 我覺得 他包容到我的情緒 都辛苦的 哈哈 哈哈 可能是多的是 是 反而你這樣就會 就會有機會夾到 所以可能 就是proximity 看起來是 最關鍵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呢 都收到一些讀者 給我們一些case 你是你自己來的 不是 我也是 不是 多問他 不是 如果全部都是我 我就很沒空 他就說 公司的交通比較不方便 公司租了一個宿舍 給同事住 但是呢 是男女一起住的 但是最後 住宿舍的女同事 和男同事 就奉旨成婚了 哇 等一下 香港的 究竟這間公司 是有多偏僻 到要這樣住宿舍 還有另外一個case 就是說 當一個秘書 同事被兩個 Department Head 一起追 哇 但是秘書的上司很生氣 因為秘書的上司 就是跟這兩個Department Head 不妥的 哇 這麼嚴重? 但剛才我們說了很多 都是同事之間 但是其實是否上司 跟下屬這個關係 這樣拍拖來講 都算是常見 直屬上司 是會更加大機會的 proximity一定會有 上司是很大機會 他功能上都有需要 是讚個下屬 你明白嗎? 就是在工作上 他功能上是有需要的 attractiveness 我先不計外表 起碼上司是大機會 多情況 是會做到 是會被下屬吸引的 所以你會見到 這幾個semanity 就純粹一起工作 那個情況 所以這些的 產生好感是很多 再加上 如果真的 上司 是更多一個effect 我們稱為 authority effect 例如 他見到他有權力 他見到他怎樣揮灑 或是他不揮灑 他見不到 他見不到 嗯 當然那個上司 又要追下屬 他根本有很多 近水流 沒錯 還可以 加你人工 對 沒錯 給你一點甜頭 他做一點東西 已經可以 上司下屬 我覺得是 是容易很多 我會想 你為我濫用積權 嘩 浪漫 浪漫 不加套總長 你為我濫用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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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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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剛剛說到 上司下屬這一種 就是說 其實外國有很多公司 是明文規定地說 你們不可以拍拖 我只是覺得 他定了 是給一個警告 嗯 嗯 其實他某程度上 他控制不到 說真的尤其是在外國 我覺得他更難 因為這個原因 去找 嗯 我試過因為情侶 然後令到辦公室很尷尬 我們要拍一條影片 那我呢 就是負責美術那邊 那就是一些 衣服 是我處理的 那原來我借漏了一件衣 都挺重要的 那不行了 那他呢 就是負責整個項目的監製 然後他就突然間 罵我 總之是辭正而明的 是 很兇的 很兇 說我為什麼可以這樣 沒有了衣服 那我心想 喂你也不會這樣 跟其他同事說話 怎麼會這樣跟我說 他說因為他就是怕 有時候呢 都有一個辦公室戀情的壓力 就是怕你不說他 別人要 是啊 沒錯 但是你又真的做錯事 有一點點故意 但會推高一點 是啊 那個標準 是啊 平時通常如果是其他同事 我就馬上去罵他 但是那一刻我便去罵他 我就覺得 這個時候都寫在那裡 剛剛拍拖 然後我就剛剛上位 那如果我一想 這個人 哈哈哈哈 不要喝喝 哈哈 不能夠閃失 不能夠閃失 是 這件事 就沙面都不到 是 所以我先罵你 其他人不要罵你 然後你再去解釋這件事 要哄之後再哄 就是有些特意放在官威 不需要的一些爭執 或者什麼 我覺得是多到不得了 一定是會的 公司是不會喜歡 也不會喜歡 至少好像 對這件事好 是啊 對 我也想不到 所以你們以前的公司是很好 就是 老闆做了一個榜 對 所以他不能說 你是可以 因為在這個時候 又要搬出我們 阿姐經常說 阿姐是說 如果她 看到我們這團隊裡 是有兩個同事 一起 談戀愛的話 她就很擔憂 因為分手的時候 怎麼辦呢 你不可以兩個都留下 如果兩個都是人才 怎麼辦呢 幫誰好呢 所以她是不想看到這個情況 我正想問 我們的秘密情侶 就是停下來 秘密情侶 但是還未出手 證明是假的 走不下去 我們不信任對方 怎麼走下去 公司分明這件事都很重要 那些人經常都會 撿著這件事來罵 以前舊公司有發生過一個案子 就是 裡面有對情侶拍拖 然後呢 因為他們的關係 感情不是太穩定 經常性 女生都會 咦 你怎麼看得我這麼緊 我在那邊聽 是不是我啊 因為是感情問題 你進入上班 就會 很留意個男生對她 日積約來 所有事情 然後就會情緒化 加給她的工作 不能夠如是完成 然後甚至是 做一做一做 有兩個小時 走出去哭 在樓下哭 然後旁邊的同事 就要圈個男生出來 兩個人的事 變成全公司的事 那就超級影響 旁邊的人 我也遇到一個案子 很嚴重 是不是你自己 Mills Mills Mills終於要談朋友 坦白自己的經歷了 是你的朋友 女兒在開會的時候 是當場賺水潑 Oh my god 好看啊 就是她說 你經常都是這樣的 幸好男人 她馬上不反應 女兒潑完就馬上撇 你這樣說的時候 我就想起一個例子 可以分享 這個真的是自己 女朋友 不是她就會說 我的朋友 OK我們明白了 真的是我的朋友 Natalie的朋友 我的朋友即時來的 我的朋友的例子 就是他們會專門分到很開 就是傾公司 是用一個通訊軟件 傾私事 用另一個通訊軟件 不能啊 然後呢 當公司有爭論的時候 就在那個A通訊軟件 我們不斷在這個通訊軟件上罵 但是去到另一個通訊軟件的時候 就好像第二個人 神經病 神經病 精神分裂 我們是因為公事而吵架 但是我又不想 為了公事而影響我們之間的感情 沒可能不影響的 我覺得 朋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方法 就是說 所有我要做分架 最好就是有適養分架 就是 我這樣說 例如 可能你直接是 回家就馬上要換衣 是不同的樣子 總之你要做到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可以騙到的 四個妝的我就是你愛的我 是 化妝的我就是你工作上的我 但是你下個妝反而更糟糕 還想罵你呢 可不可以化妝呢 又可以上班才下妝 這個是等於 你穿了不同的衣服 就會有不同的行動 這樣應該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不是長遠的方法 不是長遠的方法 我想問一下 Kyle和Cherry 本身有沒有想過要避下情 我那時候 不是很肯定的說我不會和她一起 怎知轉個頭一起去 那一刻就是 怕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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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慢 所以說有些事情不要趕死 就是這樣 是啊 有些事情不要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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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奉了這一刻很久 奉了這一刻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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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了奉 Mius有沒有覺得 應該是要地下情好些 還是公開其實會好些 我覺得當然地下情好些 因為你一公開了 就是多會有機會conflict的情況多 總之第二個更要的就是 其實地下情的時候很過癮 好像這樣 我們公司最後有三批人成功結婚 但你本身有三十批人 我算過有些 有二十多一定有 二十多一定有 二十多接近三十 就是這家公司令我發現 如果大家處理得好的話 辦公室戀情其實不是一個大問題 不是一個大問題 但真的要大家都很成熟 所以最後一個總結就是 要聽Mius說 Chucky 有戀情自有 你這個彎粒都彎粒 他還沒三批人 他多害怕 他還沒 硬樓 他還怕被你進擊 有戀情的時候 就要地下情 對 所以你以前那些就 我們Panson Pa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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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開心 我想MiuMiu 媽媽 我喜歡看 大家記得CLS這條影片 快點在下面留言 記得followMiuMiu 和我們志祥情侶的頻道 不是匿名嗎 不是匿名嗎 oh fuck 我看到的 那Sam甜了誰 是Apple 我選了 那也合理 你說是你我就有些害怕